为什么喜欢华晨宇? 因为他对音乐的态度符合我心中的音乐人的样子 开始一直不明白自己为啥这么喜欢华晨宇 后来听他唱《平凡之路》的时候莫名明白 是因为他眼睛里的澄澈 说白了就是他的一颗赤子之心 从他的眼睛里仿佛能够看穿他的心 唱歌之前可以看到他孩子一样的笑 唱完之后又会向大家笑 真的是个好明亮的少年 他在唱歌的时候台风真的是超好 已经无法用语音来形容了 每一首歌他在唱的时候都自己去融入了整个歌中 一首好听的歌由自己的心唱出来才是最好的 真的特别希望花花一直坚持真我 守着自己的赤子之心 快乐男生他唱《亲爱的小孩》的时候 我喜欢他 是因为当我身边只有我喜欢这首歌的时候他唱了 而且唱得很好 之后开始喜欢他呆呆的爱笑 喜欢吃肉但很傲娇的纯真 他的内心是真诚的 唱歌的时候他的肢体随着音乐律动和我产生了共鸣 我一直相信很多声音需要肢体的配合才能很自然的发出来 他说他不是个天才 他只是努力的比别人早 我看着他说这坏事的眼神 我觉得我有些被震撼了 不知不觉已经这么多年了 我到底是怎样一步一步陷进去的 我已经想不起来了 我只记得我刚喜欢他的那一年 我常常把他的现场视频看了又看 被每一场表演里的某一个地方所打动 我听花花的歌很少是直接听的 我必须要看着视频看着他唱 如果不看着华晨宇唱歌 是不完美的 他唱歌的时候他整个人都像是位音乐服务一样 这样沉醉于一种艺术的模样太迷人了 他说的那些机具也很鼓舞我 我为什么喜欢华晨宇 因为他对音乐的态度符合我心目中的音乐人的样子 他的思想理念是跟我有共鸣的 这些年走来 他的礼貌亲和随性任意妄卫又自有分寸的形式风格细节 绝对装不出来也装不了这么久 他其实很聪明很有想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